华硕ZenFone 2 4月开卖之后 单月销售达到18万只 登上了台湾肉销排行冠军 而5月18号在纽约开卖当天 也登上了北美亚马逊 非榜约手机肉销榜冠军 昨天ZenFone 2也在莫斯科举行发表会 而日前华硕董事长施崇唐 接受CNN访问时表示 华硕希望能够开创奢华重享 兼具美与品质 消费者又能够轻松拥有 他把ZenFone 2作为代表作 如今从销售表现看来 距离施崇唐所设定的目标又跨进一步